詞・編曲 月美 、主席 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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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編曲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兩位新聞記者 分屬不同的國家 一個是俄羅斯 一個是菲律賓 这事实上是1935年以后再度颁给新闻记者 那可能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是 事实上新闻自由正在整个民主体制的内部受到威胁 那这两个国家虽然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它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的程序 总统是民选的 没有议会 但是这算是西方社会体制底下的所谓的民主体制 但是他们的新闻自由受到很大的强害 虽然两个的原因稍微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等于是意味着新闻自由的这一个东西 整个在西方的内部或者是在民主体制的内部 正在受到威胁 这我想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象征意义 新闻自由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一个是对当权者的一个监督 那早期的话当然是对比较属于威权体制 威权政府的监督 但是俄罗斯虽然现在是一个民选的总统的体制 也有国会 但是在新闻自由的这部分 或者说言论表达自由这个部分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制跟压抑 那这种受限的程度 事实上比较接近过去的传统所说的 维权国家 维权体制 诺贝尔和平奖把这个奖项颁给 木纳托夫以及他的新闻机构 这意味着全世界在用这样一个模式 在向俄罗斯的这个当权者提醒跟施压说 新闻自由在整个民主体制里面 是应该是要开放出来的 应该容许依宜跟多元的声音 那事实上过去很多 比较属于威权体制的国家 在整个新闻自由的过程 大概也是接近这样的一个模式 当然其中一个是他一直在监督 菲律宾总统在杜特地在扫毒的过程当中 可能对人民权利的一些 有争议的一些做法 事实上他们被起诉了至少其中 其中毁谤罪各种罪 脸书现在遭受到一个很重要的批评 因为他已经逐渐在一个自由市场里面 我们讲言论的自由市场里面 他已经变成是一种垄断独占了 那这种垄断独占透过他的一个演算法里面 都有一些偏差式的偏好 他反而会就像Risa对他的一个批评一样 他在鼓动仇恨 他在让假的新闻假的事实被政治人物所用 然后这些政治人物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去煽动仇恨 甚至好像变成是真相一样 拿过来回过头来去压迫这些异议的人士 假设脸书已经是最大的一个新闻的发布的网站 而且我刚才提过 他基本上是一个独占了 那他更应该负起责任 对这整个事实的真相的过程 他有他的一个机制 然后去负责任的去筛选他 去过滤他 而不是用一种演算法的方式 放任他自动去形成一种 我们讲同温层的效应 那这反而是在加剧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排斥 相互的排斥之后 当然就会压抑到所谓的言文的自由 那我想这也是RISA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他所代表所象征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诺贝尔和平奖在今年颁给这两位都是新闻记者 但他分属于不同的国家 他正代表着新闻自由这一个 我们认为在民主社会里面是非常基本的 的这一个价值 他正在内部遭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威胁 其中一个威胁我们认为 他是从传统的过去的威权政府的那一种模式的威胁 但另外一个威胁是来自于西方的新闻自由本身 他所助长出来的一个很奇怪的 现在大家已经把他当成是一个怪兽 一个垄断的一个机构 然后他如果不负责任的话 整个民主整个自由可能因此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我想这是一个今年在诺贝尔和平奖 颁给这两位记者当中 我自己个人感觉到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 谢谢